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酸 距離上一支影片到今天已經過了兩週了 那上班之後發現時間過的真的很快 算是過著相當充實和忙碌的生活 那今天就想說上來和大家聊聊天 同時報告一下阿酸的近況 從上班族轉換為YouTuber 再從YouTuber轉換為上班族 我想這個之間的故事應該還蠻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不管怎麼樣還是得先來收一下賽季獎勵吧 對吧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這賽獎勵可以發現 我應該有好一陣子沒有開黃色戰爭了 大概也隔了就差不多是兩週的時間 那這兩週時間呢 都沒有打黃色戰爭這樣技術是否會退步呢 今天就可以順便來好好驗證一下啦 這個久久沒碰是否會變得很生疏呢 好那我們就先打開賽季獎勵吧 然後再來慢慢和大家聊一聊 3964的金幣 這個先拿哥布林 然後拿小亡靈 好我還是習慣拿一些對空的單位 不是對空是空軍單位 那這個有點難選其實不會就是選巨人吧 炸彈塔還是沒什麼軟用的感覺 那這個我應該選 我應該選骷髏軍團 好就選骷髏軍團 好那拿到一張傳奇卡 好選擇的暗夜禮物好了 雖然說我也沒有什麼在用 今天就來好好聊一聊吧 自從我當上班族之後呢 最不習慣的呢 應該是說 還正在習慣的是 每天早起這件事通勤 因為這兩週台灣天氣非常的冷 而且又很潮濕 每天都下雨 所以一早就要頂著風雨 然後出門上班這件事情 確實是需要習慣的 但隔了兩週 其實我也已經習慣這件事情了 只是 就沒有像之前 當YouTuber這麼好 每天在家睡到自然行 然後開始拍影片啦 請求一下 捐個卡片 那我剛說到這兩週 其實 我時間覺得過得非常 時間過得非常的快 那這樣子也算是有好處嘛 就是 可能就可以說是 算是過得很充實 好 那就來爬天梯吧 這個 兩週時間沒完皇室戰爭 這個技術到底會不會退破 我是覺得應該是不會啦 他直接就 最近因為是真的很忙 所以沒有時間開皇戰爭 所以來看一下 咒死賽 好 那我還是打我的 爬天梯 收個寶箱 然後來爬一下 咒死賽 目前在的公司 是 行銷的位置 喔 這裡 好人業 但是我還不打算跟大家說 說我到底在哪間公司 我想留下一點點驚喜 然後一點線索 讓大家可以自己在 不管是阿森的FB或是YouTube頻道上 這個慢慢的 誒 是不是 還是一個完美解 哇 這個礦工直接被戳死了 還好還好 吃掉 獵人 然後大隊再抓一個飛桶 要用大隊抓飛桶呢 這個最好的技巧就是 出的時間夠快 嗯 等等吧 這裡他應該要準備 可以 好 沒事 這一波吃光 然後再補一個飛桶上去 好 因為他剛剛這個劍羽丟掉了嘛 所以這波直接拿下來 好 對 好 對 那 我 這是我目前 呃 全職 呃 全職工作之後吧 這個邊打邊玩還是有點難度 抓一下 抓抓抓抓抓 所以我目前還在測試時間啦 如果當然是 呃 有機會的話 至少一周一隻吧 我是這樣想的 一周一隻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如果六日上來 玩一下 呃 被撞到了 呃 被撞到了 那這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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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住了 好 不過 呃 等級還是有差啦 差了一等 Kirito 這個是 童子的ID 但他是2.0β 好 所以 好 下一場 嗯 好久沒有 不只是好久沒有玩荒石戰爭了 也好久沒有玩這個 礦工飛桶 爬丁帝的牌柱 好 這個過了兩費的牌出來 估計是 小閃 好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領住 好 應該是沒有旋風啦 他這個 他這個牌組 所以我礦工可以抓到一個 右後方的位置 然後這邊送蝙蝠進去 應該沒有吧 應該沒有吧 好 劍魚 可以 因為對方法術 雙法術 火球 跟劍魚 所以 滾木還要看一下 還有一個小閃 差點忘了 這邊 就是很盧很盧 就盡量拆散他的搭 搭 搭配吧 抽起來 好 沒事喔 這邊 守狗球 這套 可能當初沒有跟大家說 就是 地獄塔跟旋風這個組合 其實 應該說這套 毒礦套路在主建的 那個階段 就是在 天狗 天狗狗球 全勝的時期 所以 這套打狗球基本上是 是很強勢的 好 那 左塔已經進斬殺了 就這樣子吧 來 抽一下 欸 跳起來 還是被 通到咧 好 這邊 奔路的進攻 哇 他竟然還有帶 野蠻人 毒了 好 他預判了一個 地獄塔的位置 好 這裡 直接O1 耶 OK 好 但是後來這個狗球也 消失了 很少了 大概 比較少人在玩了啦 所以 就變成我這個粉絲道也很容易被 很容易後來也出了一些像是 皇家幽靈也很容易客製道 好 但是很久沒上班了這個 嗯 就好像 就好比這個 從 從林中又來到了 都市裡 是一種 很奇妙的感覺啊 因為 有 有新同事 然後 好 把他拉過來 這波也沒問題 有沒有滾木啊 先測一下 方向 還可以錯一下 還可以 還不錯 毒藥 然後火法應該又轉出來了 所以這波火法如果沉底 可以嗎 我試看看 好 這樣走 好 對方瓦吉利下來扛 那這波 再等等 好 抓走 喔 這可怕 停住 好 地獄塔跟旋風還是不是很怕球的 劍魚 劍魚 想一下喔 這裡他剛剛大隊抓嗎 好 我們看看 好 小亡靈 還可以 還可以 把這個冰痘痘都送掉 沒說好 有點傷 好 這邊一直把他的 進攻拆散會比較理想一點 不理不理 不理不理 好 拚住了 OK 他一個 預判的劍魚匠還蠻傷的 等一下 好 不要 好 節奏我們 節奏我們 是有提到的 所以 有沒有太大問題 喔 不過這個 上班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 認識到新的同事 然後 跟新的同事 事實上 學到一點新東西 因為我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 很好玩的 所以 雖然說 蠻有挑戰性的 就是 需要一直 動腦跟集思廣益 但整體上來說 對上班這件事情 還是 還是蠻開心的 有期待 就是因為 可能有挑戰吧 所以 不能說完全沒有壓力 但是我覺得 這個壓力是正向的 就可以 幫助 人生達到一個 更好的階段 講的好像 越來越像 人生大道理的哲學 但其實 真的啦 就 好怕有個滾木喔 哇這波很痛 背捕 屠夫幫了一個大忙 不理他 好 旋風出掉的情況下 用電法來解 可以 那這個 電法 這樣子一下 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好這次 這個飛桶下的位置 就 要小心 可以 滾木 好對方還有旋風耶 所以 看看 看一下 好 沒事喔 這波可以吃掉 我可能得過一下牌了 這個牌序有點 好 有電法給我毒 還可以 這把主攻還沒出來 所以 覺得沒有這麼簡單 沒有這麼簡單 好 這邊再上一次 飛桶 旋風還抽嗎 不抽了 如果這個滾木用掉 那我這邊就可以試試看大隊跟礦工 那即使這波他礦工抓走的話 會很痛 好 他還有一個騎士 所以 還可以 我最後還是有輸出到傷害 這裡 蝙蝠先解一下 然後 玉塔 拉著 哎呀 沒拉好 失策失策 旋風 沒有 好 他這樣子的話 我礦工還是可以下一個比較 比較最危險的位置 就是最安全的位置 好這邊可以用毒藥膜了 這邊快進斬殺了 好 原來是超級騎士 他這個 也太久了吧 拉一下 他也太久才出來了 直接下毒藥 直接下毒藥 好這場拿下來 嗯 還不錯 這個我們的毒礦表現 還是沒有讓我們失望 整體來說還是OKOK的 最後一場啦 這個很久沒玩了 就來試一下 手感 看一下是不是 退步了呢 好一個 先過一下 用牌好像 抓起來 好換我 超級騎士 不曉得有沒有飛桶欸 對方 蝙蝠大隊 超級 滾木 礦工 女巫 出 好吧 這邊抓一下 滾木不曉得過出來了沒 試看看 好 過出來了 嗯 想一下 超級 好這裡 繼續 繼續 繼續磨 好 好吧 這個礦工還被滾到 有點傷欸 這裡補橋頭 抓一個 好 繼續用礦工膜 覺得 OK 不要放太大失誤應該都還可以唄 好有了 帶走 好 這個 這張藍拿下來了 打了有點 有點緊張 但是還可以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 之後這個 就會保持一定的速度 這次隔了兩個禮拜 之後看 大概 一週至少一隻吧 然後會上來跟大家聊聊吧 就這樣子啦 跟大家報告一下近況 掰掰